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4点15分 共6小时 5个景点 费用每人日币6800元 结束小豆岛观光 要前往岗山 先购买下午5点往岗山港的多轮票 参加旅游的人员 还有送一人一包日赛有名的面线 世界最小的海峡 导游很认真的介绍 自然动物园 猴子国 姚子溪 在抓跳爪的猴子 人跟猴子要至少距离两公尺 午休中吗 摇子溪 猴子公人 都是慵懒的猴群 猴子的游乐场 在走钢索 速度好快啊 今天是来给猴子看的 噢噢 根正 今天是来看猴子 这只是他们的老大妈 哇 这里好多猴子哦 聚集了耶 猴子的吃饭时间哦 哦 祷告中的猴子 超享受的感觉 很舒服的样子 第二个景点 寒霞溪 日本三大溪谷美景之一 这是日本自然白选 小豆岛的寒霞溪 寒霞溪 奈户内海展望 目前看得到的是 沉沉的云海 远方是奈户内海 远方是奈户内海 以及奇岩巨石 今天很幸运 还看得到云海 旁边的枫叶 今天没有营业 可以来这边买五枚一组200日元的瓦片 投地到远方的圈圈里 如果投中的话 一年的坏运气都会消除哦 我们来去看看 在那边 这里 来湖内海国立公园 寒霞溪 来找一下投地的圈圈在哪里 在右边这里 很远耶 很远耶 真的投得到吗 试试看哦 你看今天不能投啊 哇 没有营业 今天没有营业 没有瓦片可以买 哇 要投入这个大圈圈 大圈圈旁是壮丽的寒霞溪 溪谷奇岩巨石 第三个景点 二十四桶硬化村 抵达二十四桶硬化村 三十四桶硬化村 业务山巨石 肯大利 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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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气所 我们先去海边看看 我们来进去教室参观一下 要脱鞋子 当初电影的场景的教室 还留有当初的一些器材 哇 非常的古老 嗨 美慧老师 教室中仍然保留有当年的桌子 风情 还有孩子的新日作品 令人不禁回想起童年时光 在这边上课的那12位学生 还蛮幸福的 还可以看得到美丽的外海 长廊进来的教园室 还蛮新的脚踏车 维护得很好 风情 日本的小学生书包 帽子 以前的日记 日记 每天的日记 哇 我保留的非常完整的场景 看着赖户内还好疗愈的景色 映画村重现了昭和时代的村庄 许多电视剧和广告都在此地拍摄 从太宰府天蛮宫分灵的天蛮宫 沿途可以阅览各种 日本昭和时代电影的影像及照片 第四个景点 酱油馆 来买酱油 双麒麟 吃吃看 开吃 酱油冰淇淋 会很咸吗 美慧 不会 但是就是咸咸甜甜的 咸咸甜甜的 我吃吃看 咸咸甜咸甜的 对 咸甜咸甜 还蛮好吃的 还不错 还蛮推荐 第五个景点 橄榄公园 来拿魔女宅即便的扫帚 赶蓝公园 有种植超过2000棵的橄榄树 魔女宅即便 我也来一张 非常静悄的 随车导游 16点15分结束行程 回到土庄港 转搭17点往新钢山港的渡轮 3号搭船处 往新钢山港的渡轮 咖啡宵 嗨美慧 哇 目前好像只有四位乘客 对 只有四位乘客 因为这个时间有点晚了 18点10分抵达新钢山港 转搭18点20分巴士 往钢山站前为19点03分 入住饭店 结束今日行程 谢谢您的收看 下集预告 钢山后乐园 仓夫美关地区 我们下回见